分手吧,叶子语气平淡如水,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身上,表情完美地没有一丝波澜,我愣住了,我从来没想到她会因为另外一个男的和我闹分手,她坐在我面前,声音好似尖刺,扎得我一阵心痛酸涩,她继续说,我和向勇只是朋友,我和她一起长大,是最纯粹的友谊。 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话,那还有什么好解释的?我攥紧拳头牙关紧咬,指甲深深陷进肉里,男女之间有纯粹的友谊吗?向勇总是有意无意接近梦叶子,身为男人。 我很清楚,她的目的不纯,可她竟然因为其他男人向我提出分手。 她冰冷的态度,丝毫不肯退让,等着看我低头服输,每次这样,我都要费尽心思地哄她,用最卑微的语气哄她开心, 否则她都会甩出绝情的话挤兑我,甚至以分手威胁。 如果是因为其他小事,我二话不说就会道歉,但这次,不行。 梦叶子,你确定要和我分手? 她依旧高高在上,神明俯视凡人般,不可一世。 哼,高帆,你以为我不敢?和你分了,还有大把男的追击。 梦叶子以为甩出狠话就会让我知难而退。 像以前一样,她不屑一顾的眼神,比冰冷的话语更伤人。 好,既然如此,我就如你的愿吧。 我站起身,不再多言,甚至心中一丝窃喜,终于不用再卑微地坐进尊严了。 我的东西不多,房间里除了几件衣服和一台电脑,我就什么也没有了。 这样也好,方便搬走,不会拖泥带水的,惹她厌烦。 她看着我一直坚决,不由地靠在沙发上撸着猫,传出一声冷哼,哼。 走吧,要是你今天踏出这个门,以后就断绝往来,再也不要找我了。 我会的,再见。 我看了看时间,现在是凌晨两点三十分,梦叶子没有挽留,我也没有驻足,提着行李打开门,关门时的轻柔,是我最后的风度,只留下一句早点睡便,头也不回地走进电梯,来到楼下。 我叫了网约车,突然发现钥匙还在我口袋,于是我快步上楼,想要将它还给叶子,租房的隔夜效果一般。 隔着门能清晰地听见叶子在和人打电话,听声音,应该是和她闺蜜桥山。 不是吧,梦叶子,你也太任性了吧,半夜三更的你让高帆走。 这么晚了,她能去哪里啊? 梦叶子语气有恃无恐,放心吧,我断定,不出一天时间,她就会乖乖跑回来,求我原谅的。 高帆这人,交往三年了,我会不了解她吗? 作为一个男人,气量这么小,必须给她一个深刻的教训才行。 咔嚓,我推开门,她看见我进门,得意的眉飞色舞,继续对电话那头炫耀,我说什么来着,这才几分钟,她就回来了,先挂了。 姐姐我要出嫁法了,我沉默地走到她身边,将钥匙放到桌上,然后转身就走。 她有些震惊,嘴角微微上扬,哼,小样,还不肯服软。 可能在梦叶子的眼中,我永远只会低声下气,让不妥协吧。 我和她在一起三年,无时无刻不把她当成娇贵的公主细心照料。 她想吃小龙虾,我半夜爬起来,冲去楼下打包。 她爱喝酸奶,我时时刻刻在背包里背着一瓶。 她不喜欢消毒水的味道,去医院,我都会细心地背好一个花香味的口罩。 她又菜又爱玩,我也总是宽容放纵,让她随心所欲。 可能就是我无端地放纵,才助长了她的气焰,让她觉得我是一条离不开她的小哈巴狗。 兄弟,你也太惨了吧。 大排档,我最好的兄弟陈军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,他端起杯子和我碰杯,两人同时一饮而尽,愿意顶着冷风陪我喝酒的也只有他了。 做兄弟,在心中几杯下肚,他突然问我,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啊? 真是下定决心要和孟叶子一刀两断啊。 我无言,只是一口干了一杯,见我愁眉不展,他瞄懂点头,行,那去我那儿吧,我隔壁还有个屋,等会儿给你腾出来。 不过你们好好在一起这么久了,怎么突然就分了,我自嘲地笑了笑,借着醉意,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。 我和孟叶子是十八年认识的,那年她大四,我大三,叶子作为舞蹈系的漂亮学姐,身材高挑,五官精致,自然少不了追求者。 在学院的社团演出上,我一眼就被她的身姿所迷惑,就像咒王迷恋打击,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。 当时我就决定了,一定要俘获这位学姐的心,让她成为我女朋友。 打听到她喜欢吃蛋饼,我每天都会准时准点,送上热气腾腾的早餐,知道她喜欢晨跑,我每天掐准时间跟在她后面搭讪,她喜欢猫,我就缩一劫时,买了一只橘猫,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她。 久而久之,我的真诚打动了她,我也终于转正,成为她的男朋友,继而同居在一起生活,叶子有个凡人的前男友叫林峰,一直不死心地纠缠叶子,想让她回心转意,就在我和叶子官宣第二天, 林峰就叫上篮球队的几个人堵上我,她愤恨我的横刀夺爱,言语粗俗地挑拨是非,挺地,高翻,你这人真够不要脸。 你也不打听打听,孟叶子是谁的女人,我当时是冷得不怕横的,怎么,被甩了的狗不甘心,现在又来叫嚣了,最后愈演愈烈。 差点打起来,当时她集结了几号人,全都是体育部的,人高马大,真打起来,我肯定吃亏,幸亏陈军带着宿舍里的兄弟,及时出现支援我。 眼看势军力敌,林峰才骂骂咧咧地离开,当时陈军知道我追到有名的校园女神,还很震惊,担心我只是备胎,但得知我们已经同居后,她立刻二话不说,给我发了个五百的红包,好兄弟,在心中。 叶子很漂亮,是全校有名的校花,人红是非多,在我们交往的消息传来后,有不少嫉妒的人背后捣鬼,想要给我安上渣男的头衔。 甚至还有几个心机很深的,居然找了个怀孕的学妹纠缠我,说我搞大了学妹肚子,陷害个人清白是犯法的,在陈军几人的帮助下,我终于洗脱污点。 那个陷害我的妹子,也被我传到校园网上,网络的力量和其强大,在网报施加压力之下,那妹子也因为顶不住舆论,直接坦白了遭人指示的,而指示她的人,也被万能的网友抽丝剥茧找了出来。 最后发现,和林峰那伙人有关,经历了这场风波,我坎坷不平的爱情之路,才终于平静了下来,在叶子的千娇百妹下。 我彻底沉门其中,对她的无礼要求是一再纵容,甚至于月底线,在几百人的晚会上向她表白,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男友,让她对我死心塌地,我学习厨艺,滑板,街舞,只有上的厅堂下的厨房,才能真正配得上她这样美丽的女孩。 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人变了,叶子的青梅竹马,向勇,第一次见面时,叶子就隆重地向我介绍,高帆,这就是我时常跟你说的,我从小到大最知心的好朋友,向勇,你们要好好相处。 我十分热情地和她握手,对于她有男性朋友,这件事也没有过多追究。 你好,我是叶子男朋友,我叫高帆。 向勇面色冷淡,向勇,叶子的知己,从小一起长大,最懂她。 最后三个字,她刻意咬字低沉,怕听不见一样,我皱了皱眉,向勇看向叶子时,我敏锐地在她眼睛里看到了一些古怪的波动, 这明显不是纯粹的友情该有的,超越朋友的眼神,喜欢,不甘,烦闷,当时我很庆幸,幸好叶子爱的是我,随着认识的时间越来越长,她对我的敌意越来越明显,不知怎的。 所以,就像故意和我做对恶心我一样,讨论周末吃什么事。 我提议火锅,她就会故意找各种理由反驳我,而且借口都是以叶子为由,火锅太油腻了,不健康。 咱们叶子还要保持体型,我还是提议去吃海鲜吧。 叶子夹在我们两个中间,每次都会给我打招呼,让我退让,毕竟向勇是客人,可我看她那副春风得意的笑,心里不由得不舒服。 客人,她那副样子看上去哪里像是客人,和叶子谈得津津有味,各种话题,我根本插不上嘴,别人一看,还以为她俩是情侣。 我是凑数的电灯泡呢,向勇越来越过犯了。 以前都还知道收敛点,就算跟叶子吐槽我的缺点,也会偷偷摸摸地说,但后来就过犯了,甚至不再考虑我的感受,竟然直接当场对叶子数落我。 高翻,你吃相总是那么粗俗,说多少遍了,在外面会给叶子的形象丢人的。 叶子,你看看你交的什么男朋友,连你最喜欢榴莲都不知道,买回来个香瓜。 叶子,我越来越觉得高翻和你很不搭,我记得你以前喜欢的类型不是他这款啊。 高翻,能不能不要总是吃生大蒜,刷牙了都一股味。 有一次,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,冰冷回对,你有资格管我吗? 既然你看不惯我,那就别跑来我这儿。 他见我竟然有勇气对他,当即不乐意了。 你以为我想看你啊,要不是叶子,我会管你,真想不明白,你这样的屌丝是怎么追到咱们叶子的,动不动就咱们叶子,表现得那么亲密,我彻底窝火了。 揪住她的衣巾推到墙上,警告你,以后称呼我女朋友,不要加上咱们这两个字,我。 不。 是。 换。 向勇那小体格,根本拼不过我。 当即就装作一副委屈的样子,蒙叶子告状。 叶子,你男朋友平时都这么粗俗的吗? 亏你以前还跟我讲他是什么暖男呢? 我正欲动手,叶子却一把拦住我,表现得十分生气,高翻,你什么意思? 向勇是我朋友,你打他就是打我的脸。 你敢动手,我就和你没完。 当即,我气得眼前一黑,差点没被他的这句话整窒息,关系在铁。 但作为异性朋友,这么能和我这个男朋友比呢? 友情居然能盖过爱情,可我太爱叶子了,太爱太爱了,爱得深入骨髓,无法形容那种上瘾般的感觉。 于是,我第一次向勇妥协,并且十分不甘地低头道歉。 真的,我堂堂哪儿,除了父母和男朋友,这是第一次向人卑微地低头,蒙叶子。 为了她,我越来越忍耐,叶子就越容易地驱使我,我不像她的男朋友,反而更像是服侍公主的奴仆,再显卑微求关爱。 虽然她依旧如往常一样爱我,但在向勇纳,她态度很坚决,坚决不允许我对她的好朋友无礼,就连她最好的闺蜜乔珊都看不下去了。 提醒她好几次,我才是她真正的男朋友,向勇只是朋友,但孟叶子最大的特点是执拗。 别人一旦反驳她的观点和做法,她就越是反其道而行,直接在乔山面前表演了一番平时是如何让我听话,不敢违抗她的圣旨的。 我尽最大的努力把她当作公主一样宠溺,她却把我的爱和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,变得肆无忌惮。 叶子提出分手的前一天是向勇的生日,她来到家里热情地邀请叶子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,却直接无视我,我心里很不舒服。 身为男人,自己女朋友去给别人庆祝生日,而把自己丢到一边,这谁受得了?叶子兴冲冲地坐上了向勇的车离开。 直甩给我一个背影,甚至没跟我交代一句就走了。 那天是五月十二,是我们交往的三周年纪念日,我提醒过她,可她还是跟着向勇走了。 我心里很憋屈,更憋屈的是,叶子直到第二天一点多才回来,送她回来时,向勇的手似无忌惮地搂着叶子的腰,说,好兄弟,明天我就要走了,要不要来个离别文。 她明明看见我了,还刻意如此,分明就是故意的,我当即忍不了了,挥起一拳砸在她的眼眶上。 又一脚把她踢飞出门外,去你妈的,还离别文,信不信我废了你。 这一脚太畅爽了,这个打着友谊名义寄予我女朋友的宰种,我早就想揍她了。 这一次,叶子的阻拦都不管用,我二话不说,冲上去补了两脚,冲着脸踹。 向勇那孙子鼻青脸肿地跑了,我哈哈大笑。 挤压了这么久的怨气,今晚上发泄一下,可惜跑得快,不然就不是掉牙这么简单了。 叶子表情鸣固如雪,刚刚她阻拦我时,被我推开,她感觉很没面子,高帆,你是不是疯了? 我疯?你居然说我疯了? 我呵呵冷笑,一直以来的退让,如今不再维持,梦叶子。 我才是你男朋友,你应该维护的是我。 你知道眼看着自己女朋友上了别的男人的车,有多难受吗? 你知道她搂着你的腰石,脸上的笑有多恶心吗? 你知道我等了你一晚上,给你发了无数条短信,有多憋屈吗? 我是你男朋友,不是你的仆人。 梦叶子听完我说的话,依旧感觉错的是我,高帆。 你? 向勇是我最好的朋友,我们一起长大,就是最纯洁的朋友关系,你却把我们的友情想得那么龌龊,我真是看错你了,你可真小心眼。 我也摊牌了,是。 我小心眼,那你和他过去吧。 别以为我不知道,向勇看你的眼神,就跟看望眼欲穿一样。 就你自己傻乎乎的,还以为他那是在关心你。 言过于此,争吵声已经一发不可收拾,我们谁也不服谁,直到吵得筋疲力尽,气喘吁吁。 于是,就有了开篇的一幕,他用最淡然,最冰冷的语气,跟我提出分手。 我知道,这是他想要让我服软的办法。 我也知道,只要我低声下气地哄他,他就会结束呕气,原谅我,但一忍再忍,忍无可忍。 我不想再对向勇那个混蛋低头第二次了。 既然他打心底里觉得,我的存在不如向勇,那好,我就彻底成全他。 分手对我来说,可能很痛苦,可能会伤心很久,但对一个已经倦怠的男人来说,又何尝不是一场解脱呢? 分手就分手吧,无法回头就无法回头吧。 我,累了,分手一个星期,我过得浑浑噩噩,因为工作室走的全职网文路线,我几乎不用出门就能完成任务,只是每天准时交稿,然后躺在床上荡一条,死鱼就行了。 陈军无奈地叹气摇头,兄弟,你这都快成一条咸鱼了,除了吃饭就是睡觉。 再这样下去,你可就废了。 我无所谓的态度,以前坚持晨跑和街舞,是因为叶子喜欢自律酷酷的男朋友,现在,已经没有坚持的必要了,砰砰砰。 突然,门响了,陈军立刻去开门,没想到进来的居然是他们,曾经一起度过四年时光的室友。 靠,高帆,寝师长小平头,还是一副皮皮的样子,小帆子啊,当初撒狗粮有多嚣张,现在就有多狼狈,吃到爱情的苦了吧。 我正要说话,他们根本不给我机会,直接把我扛进了网吧,老板开舞台机。 陈军开好机,立刻兴冲冲地喊,上线上线,好久没完了,看我所向披靡的走位和枪法。 寝师长立刻回队,得了吧,菊儿,就你那三脚猫的技术,菜得抠脚。 我却说,不是,咱才四个人,怎么开舞台机。 一只不喜多言,沉默没有存在感的技术宅眼镜兄说,快到了。 一分钟后,一个穿着牛仔裤和黑色卫衣的女孩,匆匆来迟,将几份炒饭放到桌上,夜宵来了。 同志们,我一看他,有些诧异,居然是乔山。 他居然来了,乔山看了我一眼,说,陈军告诉我你在这里的,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倔,一直不去找叶子。 不会真打算掰了吧,我笑了笑没说话,实际上心里一阵苦涩,陈军突然拉着寝室长和眼镜照借口跑路,那个,你们聊,我们去上个厕所。 就我和乔山,开了几把游戏都输了,不过乔山的技术很棒,输完全是被我拖累了。 终于,最后一把在他的力挽狂拦下,将最后一个伏地磨炸飞,成功吃鸡,我感慨,哇,乔山,没想到还有女孩子玩游戏玩得这么好。 不过我是因为长久不练生疏了,叶子管得严,说着说着,又谈到了梦叶子,乔山轻轻一笑。 其实我玩游戏,是因为当时听陈军说,你喜欢玩。 我一愣,他接着继续,高翻,其实我喜欢你,你喜欢叶子多久,我就暗恋你多久,真的,不骗你,我低头喝了口啤酒,好奇地问,你喜欢我,之前为什么不说? 他则很坦然,你和叶子在一起了,我好意思吗?当时我都恨不得亲口表白,但一直没有勇气,我笑着看着屏幕,折射的光让我一阵心安,那现在呢? 乔山突然转头看着我,你和叶子分手,我应该感到庆幸才对,这样我就有机会下手了,但我怕我会良心作祟,被闺蜜戳几两股,所以…… 三年都等了,不介意再等等,等你从叶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吧,现在,只是提前通知你,乔山走了,我不知道他说的喜欢我是真是假,还是一句试探,陈军三人刚一进门,我就笑了,虽然时间改变很多,他们还是跟以前一样,你们三个损友,是故意的吧? 乔山是怎么回事?陈军均笑地坐在我旁边,怎么样,被美女表白的感觉是不是很爽,失恋的痛苦减少了没有? 我问,你是不是知道他很早就喜欢我?寝室长面无表情的嘟囊,什么叫他很早知道? 我们寝室除了你,都知道这件事,以前他准备跟你表白,结果那天晚上好巧不巧,是你跟梦叶子表白那天,白天他找到我们三个帮忙,结果晚上,你就当着他的面向梦叶子表白了。 哎,多好的女孩啊,乔山终于和我说出心声后,终于没有了顾虑,连续找了我很多次,我和叶子分手一个月后,虽然没有完全走出,但还是答应了他的约会要求,毕竟人家喜欢了我这么久,不给个回应,也好歹不能泼人家冷水吧。 我们漫步在大学城外的步行街上,这里是整个中心湖最繁华的地方。 以前,我和梦叶子叶经常来这里逛街,现在却换成了乔山,转角那家咖啡店是我们常常落脚的地方,我正感慨着,乔山却一把搂住我的手臂,巧笑奄然地问道,在这里约会,会不会勾起你和叶子一起的回忆? 我点点头,又摇了摇头,会想起,但不是怀念,而是感慨。 切! 愤青! 他勾了勾唇,靠在我身上看向咖啡店,轻吕咖啡店,哎,我第一次进,你就当是我的男朋友陪我进去。 我点点头,好,我们找个位置坐下。 年轻人打开手机,就会开一把游戏,乔山也很喜欢打王者,我们打了两把,才发现没有点单。 突然,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,让我不由地震住了。 呵呵,高翻,乔山,你们打得很火热啊。 转过身,梦叶子那熟悉的身影映日眼帘,相较于记忆中的他,更瘦了,难道是因为我的离开,我自嘲的心想? 高翻啊高翻,你还真是自作多情。 对他来说,你根本不重要,他更在乎的是向勇,叶子走到我们面前,目光幽怨冰冷地扫视了我和乔山,悠悠问道,两位,这是在约会吗? 乔山没说话,表情有些紧张,叶子是他娇心的闺蜜,我直言不会。 没错,乔山邀我约会,但这貌似和你没有多大关系吧? 叶,我犹豫了几秒,差点习惯性地喊出叶子,最后拖了几个音节后,改成了梦学姐。 这个称号貌似更符合我们现在的关系才对,叶子脸上的冰冷,再也绷不住了,一行泪珠无声落下,不过要强的他很快掩饰地低头,良久。 他说,高帆,你就这么恨我吗?明明只要你肯哄我一句,我就会原谅你,可你这次却不肯回来。 你真的铁了心要和我断绝关系,他的声音带着沙哑和忧伤,对高傲的梦叶子来说,这足以证明他的难过,提分手的是他,现在一副委屈的也是他。 我放下手机,心里还舍不得看他流泪,正想站起来为他擦拭眼泪,向勇却突然出现在他身边。 看到他,我瞬间强忍冲动和不舍,看着他为他擦拭眼泪。 他们的举动是那么亲密,那么自然,看上去就像真正的情侣,或许从一开始,叶子和向勇就更般配。 而我,只是早出现一步罢了,论感情基础,我不如向勇,我们走吧。 我牵起乔山的手拉着他起身,自私地想用这个举动扳回一局,不至于那么尴尬,等等。 叶子推开向勇,抓住了我和乔山紧握的手,他的情绪不再从容自然,高翻。 我驻足看向他,什么事? 我以为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,叶子无止用力,只骨嵌进我的肉里。 向勇,他昨天向我表白了。 我扫了向勇一眼,发现他面色无比紧张,我推开叶子的手。 那恭喜你们,有缘人忠诚眷属。 叶子却再次抓住我的手臂,焦急地解释,高翻,你就不想知道我是拒绝他,还是答应了他。 事到如今,拒绝还是答应有区别吗? 我苦涩一笑,将不舍之情彻底埋葬进心谷。 孟学姐,我们已经分手,是过去事了,你的选择,我都已经没有资格干涉。 说着,我看着向勇,而且,他很爱你。 如果是他,我很放心。 抵达,冰冷的泪掉落,叶子看着我绝情的脸庞,悔恨交加。 他,高傲如他,再也憋不住心中的委屈,大声地哭了出来。 呜呜,高翻,你这个混蛋,我都已经挽留你了,你还要我怎么样? 非要我放下自尊,给你磕头吗? 我才不要别人,我只要你当我的男朋友,我只喜欢你。 他心慌意乱,哭泣着握住我的手,我们回去吧,忘记发生的不愉快重新开始。 我再也不会欺负你了,再也不会为了别人指责你,再也不会让你等我等到天亮,再也不会忘记我们的恋爱周年日。 哎,这些话,要是他提前一个月说出来该多好啊,没准我真的会因为感动原谅。 但乔珊落寞的眼神让我犹豫不决,我虽然心里还爱着叶子,但叶子最起码还有向勇陪着。 但乔珊呢,他默默喜欢了我三年。 等了我那么久,我要是跟叶子和好了,那乔珊怎么办? 爱是相互奔赴,付出和回报相辅相成。 我不能让乔珊成为下一个自己。 对不起,虽然万般不舍,酸色无奈,我还是强忍泪水,用力挣开了叶子的手,转而握住桥山的手。 对不起,叶子,我们已经回不去了,向勇他,真的很爱你,普通。 高帆,别走。 对不起,我错了,我真的知道错了,你别走。 叶子双眼无神地瘫软在地,伤心欲绝,眼里竟是懊悔,后悔那个晚上毫不挽留地让我离去。 这一走,竟然就断送了我们之间三年感情。 向勇急忙上前搀扶,却被他冷漠地推开,他终于不再偏袒他了。 我走了,头也不回地走了,叶子是我的最爱,但因为我的放纵,因为他的骄傲,我们最终还是错失了彼此。 而桥山和向勇,他们没有错,相信爱的人怎么会有错。